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空去我家看看 我也不知道闺女又在闹啥 她就想找你 胡小青有些得意 她为了降服老五那个难缠的闺女小五 可没少花功夫 她根本没把小五当孩子 完全是当客户去功课的 胡小青是谁啊 那可是视客户为财神爷的人 在她眼里 每个客户都发着金灿灿的光 瘦的是金条 胖的是元宝 简直个个可爱 出了金钱 其他的东西在她眼里都是粪土 开始跟小五套进户时 小五看胡小青的眼神很不屑 她一点也没在乎 拿出了对待客户的劲头 把营销技巧中的缠 挑 戳 饮 风 屁 喘 扮 八字绝都使得出来 帮小五开家长会 带小五去游戏厅 小五犯了错叫家长 也是她帮着瞒顾老五 她那么讨厌孩子的一个人 浪费了那么多签单赚钱的时间 努力成为小五最信任的人 还不是为了老五 老五一直拒绝胡小青 说她不想再婚 最主要的顾虑也就是孩子了吧 胡小青赶到五家 原来是小五出巢 本来没有妈的孩子就委屈 又不好意思跟她罢名说 就闹起了别扭 胡小青帮她买了卫生巾 告诉她这期间别喝冷饮 别碰凉水 还顺便讲了自己上学时 卫生巾从书包里掉出来的糗事 把原本眼泪汪汪的小五吼得破体微笑 小五傲叫的跟她表了白 也就是你吧 换另外一个人 休想当我吼妈 小五的这个宣言 比签下哪个大单都更让胡小青兴奋 他欣慰的想哭 却忍住了没告诉老五 他要等他回来 当面告诉他小五的态度和他的决定 他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当他的老婆做他女儿的后妈 还要做他最得力的助手 帮他的公司度过眼前的难关 老五回来那天 胡小青放下正在谈的客户 急着赶到公司 可他转换着角度按了好几次 就是打不开池纹门径 这时 行政主管郑旭从八楼下来 跑过来帮他刷了指纹 是不是手又脱皮了 我给你带了药膏 一会儿拿给你 胡小青没心思理他 禁止往里走 郑旭凑近他耳边 这次 吴总出差回来 跟个女的一起 听说是未来的老板娘 胡小青停下来 内心翻涌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郑旭算是新人 来公司的时间不长 但人长得好 又很擅长组织活动 公司里很多小姑娘都喜欢他 他却偏偏看上了胡小青 胡小青对他根本不感兴趣 拒绝他的理由一拎一大把 公司里内部员工之间不准谈恋爱 只要你答应 我可以辞职啊 我现在吃产赚钱 没心思谈恋爱 我不急 可以等 我不喜欢比我小的 郑旭被噎住了 他比胡小青小五岁这个缺点 实在是没法改 可尽管他拒绝的干脆 郑旭还是没有放弃 胡小青早上到办公室 会看到郑旭来的早点 他过敏性鼻炎 一饭就直打喷嚏 他不跟他在一个楼层 都像长了顺风耳 及时地买了药送过来 郑旭老家寄来的腊肉香肠 他也会分出大半送给他尝鲜 胡小青性子虽冷硬 但也下不去手打脸笑人 他偶尔从外面回来 也会顺手给他带咖啡 以速回报 胡小青觉得 他们顶多算关系还可以的同事 他拿不准郑旭告诉他老板结婚的消息 只是想跟他八卦一下 还是知道了他和老板的关系 所以在暗示什么 但他没心思跟他纠缠 直接去了老五办公室 没头没脑地问他 你想要结婚了 为什么不能是我 其实胡小青知道那女人的底细 有资源 有平台 可以助老五一臂之力 但他不相信老五会为了这个结婚 他的资源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值得你用婚姻来交换 老五笑了 不然呢 我要为了爱情吗 胡小青脸色煞白 一时间忘了自己来这里干嘛 说什么都是自取其辱 这些年 他见惯了老五雷厉风行 沙发决断 从没见过这么疲惫的老五 连鬓角的白头发都突然多了 他仰靠在椅背上 闭上眼 冲他白白手 别闹了 好好干你的活去吧 小青辞职了 空着两只手走出了公司 正如他来的时候一样 当年 胡小青来老五的公司应聘销售 但他之前做的都是文员 根本没有销售经验 人士看的形象不错 建议他先做前台 要不做个招聘专员什么的 胡小青不愿意 那才能挣几个钱呀 我是来做销售 挣大钱的 之前 胡小青的爸生了一场大病 这场病把家里翻了个底调 为了照顾他爸 胡小青在医院待了一年多 见过了太多的生死离别 深刻领悟到了钱的重要性 关键时刻 钱就是命 也是胡小青命好 正赶上五总经过 听到了他那番豪情正语 小姑娘野心不小啊 想吃大钱啊 跟我来吧 那会儿老五还亲自带着销售团队 他自己就是从销售起家的 一路厮杀过来 有一整套培养狼性团队的经验 老五对手下很大方 给的业绩提成是行业内最高的 他经常说 狼得吃肉才会有狼性 要不然都该变成哈士奇了 老五脾气也大 谁犯了错就骂到脸上 就连销售总监 都被他骂哭过 胡小青一个销售小白 跟在老五身边 可没少犯错 安逊更是家常便饭 但他从来不哭 死盯着老五 老五骂着骂着就笑了 你们看 胡小青这眼神 像不像个小狼崽子 恨不能扑上来咬我两口 大家都哄笑一场 气氛就轻松了 胡小青低下目光也不辨解 在老五手底下 他从最笨的销售变成公司的销罐 只用两年时间 在很多次跟老五去外地出差的时候 胡小青一点点熟悉 他也走近他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 对他动了心思 在没人的时候 把五总交成了老五 胡小青喝酒后就胆大包天 最轻轻地跟老五开玩笑 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你要是对我不好 我就去你的竞争对手那里 老五哼他一声 你这小狼崽子 居然恩将仇报 他大着舌头跟他讲 以前我每天一睁眼 就会心慌害怕 没找没落的 现在跟在你身边 我才有安心的感觉 老五装傻 你别这么没出息 我教了你全套本事 你不管去到哪里 没了谁 自己都能过得安心 那次胡小青强行扑到了老五 两人天雷沟洞地火 从沙发上滚到了地毯上 就在胡小青以为 他终于拿下了老五时 他却在最后关头清醒过来 寒冬腊月地跑到洗手间 去冲了个凉水澡 出来后又变回了那副 百毒不清的模样 胡小青气得牙痒痒 他知道他不是上人 身边总有或明或暗的女人 那些动机不纯的人都行 为什么 偏偏他不行 老五把他撵出屋去 你要的我给不了 我这辈子不会结婚了 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 那会儿胡小青还天真的以为 老五有底线 有原则 算是个好人 所以他宁愿牺牲赚钱的时间 花了大心思跑到小五那里 曲线救国 就是想有朝一日 老五会明白他的心 会为他感动 会破这个力 如今他才明白 老五的原则是为他自己定的 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跟他无关 第一次不用上班 胡小青还有点不适应 他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 喝了很多酒 却怎么也喝不醉 他最初看上这套房子 就是因为这个 是也极其看过的大露台 但这里是全是最贵的小区 三万多一瓶 还套套都是大户型 他犹豫了很久 去咨询老五的意见 他一向干脆 喜欢就买 钱花出去 才会想赚更多的钱 所以他咬咬牙 买下来了 虽然背了很重的房贷 但住在里面的每一天 都学得很值 从他走后 老五一个电话都没有 果然是个狠人 当断则断 他甘拜下风 而第一个急着来找他的 也果然是郑旭 他急着问他 到底出啥事了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胡小青在郑旭脸上 看到了在老五面前的自己 就像只看着主人脸色 咬着尾巴的小狗 那么卑微 那么紧张 对方稍微给点阳光 心情就能立刻灿烂起来 他忽然想逗逗他 我不辞职 怎么跟你谈恋爱 郑旭不敢相信 就算胡小青 想要跟他谈恋爱 要辞职 也该是他吧 毕竟胡小青作为公司的销贯 但是年底的业绩奖金 都是他一年工资的好几倍 看到他发萌说不出话的样子 胡小青心里的愉悦生得急 你是不相信我会喜欢你 还是不相信我会为了你辞职 他还没说完 郑旭就一把把他推到了门里 用脚勾上了门 胡小青的大笑还在心里积蓄 这小奶狗发起威来了 还真有点霸道总裁的发 哎呦呦 这感觉竟然有点甜 周末正续带胡小青去逛街 吃小吃 看电影 这些小情侣的日常 对胡小青来说 却是新鲜的 这几年 他在老五身边 哪里有什么周末 见识的都是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 他还得边听边看边学 累心又累脑 哪像现在 他什么都不用想 站在阳光下 看着手里的烤鸡翅 当正续蹲下去 给他系好散开的鞋带时 他更像是重新回到了20岁 第一次为这样的小把戏心动 算了算了 小奶狗也挺好的 单纯 黏人 会撒娇 分分钟都能唤醒他 早已忘掉的柔情 七天后 正续的朋友过生日 他把胡小青带去了 正式官宣 那班人一听 胡小青住的小区就惊呆了 纷纷问他家里做什么生意的 胡小青解释说 他刚从公司辞职 还没找新工作 大家的表情有点微妙 都嘻嘻哈哈的遮掩了过去 等酒一上头 各种阴阳怪气的话都出来了 虽然场面乱哄哄的 但接盘侠找个好人就嫁了吧 这种字眼还是听得格外真切 甚至有个人过来拉着胡小青撒酒疯 姐姐我也不想努力了 是的 每个人都觉得 他的钱来路不正 有某个或者很多个金主 胡小青只能笑笑 正续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却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回家后 胡小青看证据 还没缓过这儿来就问他 我一年挣多少钱 你是知道的 你觉得这房子 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郑旭结结巴巴 我知道也没用 总不能见人就跟人家解释 你是销关 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 那也太刺底无言了 胡小青突然就明白了 郑旭也多少有些质疑 他年纪轻轻 就如此有钱这件事 质疑他的成功 除了来自于努力 可能也来自于 他和老五的特殊关系 所以他如何解释给别人听 第二天胡小青 干脆利索地提了分手 郑旭想解释 想挽回 但胡小青很决绝 没给他任何转环的余地 就像老五对他一样 他知道郑旭对他 虽然真心喜欢 但那些质疑 始终是他心里的一颗钉子 眼下激情和新鲜感 掩盖了一切 但时间久了 那些质疑会随着日子的平淡 越来越显得尖锐 他内心会不断被折磨 总有一天会受不了 既然是早晚的事 不如去现在解决 这一刻他理解了老五 过了几天 小五打电话来 小青姐姐 你不想当我后妈了吗 胡小青对小五 还真有了点感情 我只能做你的姐姐啦 你爸爸有想娶的女人啦 咱俩结盟 要是老五非要娶那个女人 我就去楼顶跳给她看 我看她怕不怕 胡小青被一个小孩子的 稚气安慰到了 谢谢你 小五 记着姐姐的话 一个女孩子只有学到了本事 不管没有了谁 都能活得安心 这是你爸爸教我的 我也要谢谢他 曾经他以为老五是一条狼 现在看来 他也只能是一条老狼狗 在他想要的资源面前 也得摇着尾巴取悦 总有人在两难选择中 犹豫不决 老狼狗和小奶狗 你会选哪一个 小孩子才只会做二选一 一个有底气的女人 可以两个都不要 这个时代 早已没有什么 盖世英雄 踏着七彩枪云来了 能拯救你的 只能是自己 老五的婚姻 胡小青和郑旭的爱情 说到底 都不过是成年人的歌曲所需 讲究的是跟你情我愿 谁也没有立场 嘲笑别人的动机 只要筹码够了 只要你心甘情愿 你完全可以委屈求全 做一条摇尾巴的狗 但一定不要忘了 你还有另外的选择 做个有底气的自己 跟谁在一起不重要 一个人也能过得安心最重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